但我覺得年輕一半 已經開始不太懂得分量茶 有時有些客人說 五花茶是不是苦 或者二十四味是甜靈虎 我們都開始不知道 你有多久沒有喝過涼茶 可以被人坐下來慢慢享受的涼茶堡 已經買少見少了 今次我們來到荔枝閣這間新開的cafe 老闆是涼茶堡老字號的第二代接班人 所以這裡賣的飲品和食物 都融入了涼茶背後的草本智慧 本身我和我弟弟接手家 從小到大都有幫忙 幫忙當然是在樓面幫忙 我其實想著自己出來做生意 但我在想既然做生意 不如接手家的生意更好 我就真是落手落腳 因為本身我自己喜歡咖啡 我又覺得其實香港 舊香港 涼茶堡就是現在的cafe 應該說去涼茶堡就當去cafe 會坐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可能來到現在這個年代 大部分都是開啟 我覺得可能我們應該 將涼茶與時並準一點 這裡賣的飲品新舊交融 有咖啡元素 也都有涼茶元素 火賣人現在比較少 雷茶堡 以前是火賣人 有很多人喝的 其實為什麼火賣人以前會多 現在會少 因為它的製作角色比較繁複 因為那些火賣人要先炒過 火賣人本身不是太多 所以現在人們就少去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代表性的飲品 我們就把這件事帶出來 然後用屋苗 比較健康的奶去做這件事 成為一個比較輕易的飲品 大家可以享用到火賣人 但不會怕喝太多不行 我們創造了一件事 就是雞蛋花的切骨木花啡湯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混合了涼茶元素咖啡的飲品 會用這個意識沖咖啡的方法 去將雞蛋花撮水了它的精華出來 那雞蛋花是什麼呢 雞蛋花就是五花撒其中一花 它有去濕紅清熱的作用 而它裡面有一些花香 我覺得很適合放進咖啡的飲品裡 裡面有一些雞蛋花 雞蛋花也是為清熱和流感 有幫助的 以前很多時候 人們沒有那麼多西藥的時候 就喝這些去幫助自己對抗流感 你喝那個飲品 你會看到它是上下層的 上面那層就是雞蛋花和啡的口味 而下面那層就是雞蛋花和啡的口味 混合在一起就會比較清新的感覺 而且食物就主要走日式風格 貼近大眾口味 食材亦都相對養生 現在咖啡呢 你說我們在一個咖啡廳裡 你說我們是涼茶店 其實我們想帶出我們最主要思想 就是想將涼茶背後的草本智慧 將它可以很多延伸 即不是只限於涼茶飲品 所以我們將這個草本智慧 會放到很多地方 例如食物 食物最容易大家去接受 我們涼茶都有這件事 譬如我們二四味 或者我們所謂清淡茶 我們都有紫蘇葉給別人 我們將這個草本的食材 入贊放在紫蘇葉 放在玉子燒裡 都會是… 或者我們草本的概念 正正和日式的飲食理念 都挺吻合 所以我們偏向日式 覺得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雖然涼茶咖啡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會覺得很新穎 但是不少客人喝起來 都覺得味道其實不錯 其實甚麼客人都有 即年輕或上一年多都有 他們都會覺得有趣 或者很新鮮 因為他們覺得涼茶咖啡 挺有趣 可以混合一齊 因為他們未見過 而事實上 我想外面都沒有人做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做這件事 在香港 反應都好 他們都覺得好喝 想像中好喝 反而他們想不到這麼好喝 我覺得我們應該的方向都對